来看第四部分 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先看权利部分 首先合伙人的第二权利叫查阅权 合伙人有权查阅给我起的 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各位这一点和有限公司股东 有点近似 你还记得有限公司股东 也是有权查会计账簿 但那边有钱这条件 要求书面请求说明正当目的 而这边就比较简单粗暴 他只说了普通合伙人 可以查阅会计账簿有这项权利 而前提等等一概没讲 所以大家记住 普通合伙人可以查会计账簿就可以了 第二个叫监督权 这前面提到过 在合伙企事务执行当中我们讲 可以由部分人执行 部分人不再执行 不执行的合伙人有监督权 这是两个权利 往下来看义务 义务这边第一个叫敬业禁止义务 普通合伙人不得自营 或者与他人合作经营 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各位这好理解就是不能吃里爬外 不能自己和企业打对台打擂台 但要做一个比较 某公司法讲过 董事高管有经验义务 但是董高的经营义务 和这里普通合伙人的经营禁止义务不一样 你还记得董高那边怎么表述的 公司法说了 董事高管未经股东会的同意 不得从事或与他人合作经营 与本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所以在董事高管那边多了一个 未经股东会的同意 不能这么干 所以董事高管那个经营禁止叫相对禁止 即一般不可以 但是股东会同意是可以的 但你看这里普通合伙人经验禁止 没有那个令务规定 没有那个经过时代的同意可以一说 所以这里是绝对禁止 为啥那边董事高管相对禁止 这边绝对禁止呢 因为董高他必定是打工人 听股东听老板的 老板不希望他这么干 就不能搞竞争 老板同意那是法外施恩就可以了 而普通合伙人都是纯人合性的 好兄弟只能为兄弟两位插刀 不能插兄弟两刀 所以这边纯人合性就绝对的禁业禁止了 对这个力度是不同的 看下面 自我交易相对禁止 除合伙协议另入约定 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 普通合伙人不得同本企业进行交易 好 所以你看这里 也是一般不可以 但是经过同意是可以的 你思考为啥自我交易禁止就是相对禁止呢 因为自我交易这个事 它不必然不绝对损害本企业利益 只要价值是公允的 和自己合伙人做生意 是不是也未尝不可 当然前提是经大家一致同意 大家注意 这我们又学了一个一致同意事项 我们在之前讲 国企业事务它的决议方面 我们说了 一般逆一票全体过半数通过 特别是一致同意 我们当时只讲了前九个 往后还再补一个就是这里的 自我交易需要一致同意才能做 OK 大家看下一句话 违反规定或者约定 与本企业进行交易取得的收益 归合伙企业所有 即没有真的一致同意 它做自我交易 如果有收益 归企业 让个人没有好处 下次就不这么做了 所以各位这个标题 我希望你掌握就是 普通合伙人经验禁止 是绝对禁止 自我交易也是相对禁止 好来看第三 伯企的损益分配 好 就是赚了钱怎么分 亏了钱怎么背的问题 先看基本原则 伯企的利润分配 亏损分担 按照合伙企的约定办理 就是有约定 同约定 约定不明 或没约定的 大家协商 来决定 商人办 协商也不成的 优合伙人 按照实角的出资比例 来分配利润 分担亏损 若也无法确定 这个实角比例的 优合伙人 平均分配和分担 所以总计起来就是 一 约定优先 第二 当约定不明 没约定 则协商 第三 协商不成 则按照实角 第四 实角不能确定 则平均 大家看这四步 约定和协商 是不是都是 人和性的体现 是人的意志的发挥 好 当人的意志 无法达到一致 才回到冷冰冰的资本比例 才是按照实角和平均 所以各位做一个比较 你看在公司法 有限公司股东 怎么分红 按照实角的出自比例 但是全体股东 另有约定的除外 它的法条表述上是 实角在先 约定在后 而这里法条表述是 约定在先 协商在先 而实角在后 所以你会发现 哟 还是这边是人和性的 而那边多少有些滋合性 两边人和性的强度不同 就带来两者 这个逻辑顺序的不同 好 这是利润分配亏损分担的四步走 约定协商实角和平均 来看第二 禁止性的规定 后果协议不得约定 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 意味着赚了钱 可以有人多分 也可以有人少分 但不能有人不分钱 同样道理 亏了钱可以有人多背 可以有人少背 但不能有人不背锅 意味着什么 雨露均沾 意味着什么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这是它的禁止性规定了 各位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兜体的条款呢 就防止在合伙企业当中 大合伙人利用它的地位 然后过分欺负小合伙人 导致专业钱 小合伙人一分钱不分 这不行 这有点过分欺负人了 所以合伙企业法 就规定这么一个禁止性的规定 如果有这种类似约定的 对不起 这种约定 因为违反法律的前程规定 直接就是无效的 好 各位请听 说现在甲乙丙三人 办家普通合伙企业 或许约定 如果当年利润不到100万元 如果不到100万 这100万只分给甲和乙 不分给丙 这个小合伙人 也我很不幸 当年利润只有90万 真的不到100万 那请问 此时能不能按照约定 把这90万只分给甲和乙 不分给丙 但是不可以 因为落入了这个禁止性规定的范畴 所以这个约定是无效的 那说好不容易有个约定 还无效 那这个钱怎么分 他们应该此时协商 如果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呢 那按照甲乙丙克子的 时交比例来分 只要比例不能确定呢 那此时就平均来分 这90万就可以了 是不是再次回到前面 有约定看约定 约定无效协商 协商不成 按视角 视角不成则平均啊 所以各位凡是利润分配 亏损分担有问题 就回到那四步 挨个往后走 总会能找到正确答案的 这是利润分配 亏损分担 看18年这道题目 2017年6月 资安人 甲乙丙 是利润某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 合伙协议约定 甲乙各出资30万 顶出90万 均应当于合伙企业 成立至起两年内较轻 合伙协议未约定 利润分配的事项 大家注意这句话 没有约定利润分配的事项 那是不是就是 设计利润分配 那就应该进行协商 协商不成按照视角 事要不成则平均啊 好 18年6月 博伙企业打算进行利润分配 此时 甲乙丙 已经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 因为甲乙各30万 都到位了 0 影响企业出资60万 大家看 0 它的足够出资是90万 此时时角的是60 在此时甲乙丙的时角比例就是 30 30 60 就是1 1 2 在甲乙丙 未能就此次利润分配方案 达成一致 意见的情况下 现在关于此次利润 应当如何分别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大家看 协议没约定 协商又无法达成一致 那此时是不是按照时角比例分啊 时角比例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啊 30 30 60 1 1 1 2 那让人选正确的 答案一目了然 就是 A 是当选的 答案就是A选项了 1比1比2 各位如果进一步的表达 会计的时角比例是比糊涂照 争议很大 大家都不认可 时角比例也无法确定 那怎么办 那就按照1比1比1 平均来分 就可以了 好 A选项 各位接着道题 我们最后一遍回顾一下利润分配的顺序 有约定 从约定 无约定 协商 既然不成 看时角 时角不确定 则平均 好 来看第五 普通合伙企业债务的清偿 各位首先来看 合伙企业 它的债务 是企业欠钱了 各位合伙企业欠钱总共分三步 第一步 企业还 能还多少还多少 第二 对企业不足以清偿的部分 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各位所谓无限连带责任是指 就这个黄本的差额 三个合伙人 找谁都行 也可以一起找 无论找谁或一起找 债权都有权要求他们个人背全部的债务 这叫无限连带责任 好 大家看 合伙人背办无限连带责任之后 可能有人多背了 可能有少奔了 背了再进行内部的追偿 因为内部追偿按什么追呢 又会到前面亏损的分担规则了 即内部的追偿 有约定从约定 无约定协商 协商不成按照时角比例 否则平均 哦 这个亏损分担啊 不是每个合伙人对外的一个规则 而是对外一流无限连带 刚才讲的这四步走的规则 是内部的追偿规则啊 各位这么讲 太简单 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形象化了 比如说 现在有家普通合伙企业 对外负债100万 债群人叫张三 意味着企业欠张三 100万 这100万怎么还呢 张三首先要求合伙企业还 比如合伙企业现在账面上 总共仓20万 那好 这20万拿过去还给张三 还剩80万没还上 80万怎么办 合伙企业三个合伙人 甲一炳 甲一炳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张三 无论找到甲一炳任何一个人 甲一炳任何人都应该背80万的全部 大家也可以一起找 假设张三就找到了甲 让甲背了80万的全部 然后甲不得不还给了张三80万 但是甲觉得很亏 因为在内部 大家可不是说甲自己背全部的亏损 在内部总办 内部大家约定 甲饼按照1比1比1的比例来背亏损的 所以第三步甲自己背多了 甲就有权向乙和饼去追偿 要求他们承担各三分之一的比例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三步走 OK 多这例子讲完你就记住了 先企业在个人 个人无限连带 第三 内部追偿 各位你听这个表述 对不对啊 就拿刚才案例来说 我说对张三这100万的债务 应该由合伙企业 以及甲一炳三个合伙人 总共四方被无限连带责任 你们这个表述是对还是错呢 我说这个表述是错的 因为不是合伙人和企业一起 无限连带 是先企业再合伙人 企业和合伙人之间是有先后关系的 合伙人之间才是无限连带呢 好 这个顺序大家弄清楚了 这是企业债务的清偿 往下来看 合伙人债务的清偿 哦 这不是企业债务 是合伙人的个人债务 他清偿总共分两步 第一 自有财产清偿 就是个人欠钱肯定自己还嘛 哎 能还多少还多少 如果自有财产不足 那么债权有权要求执行 他在企业中的收益 或者要求强制执行 他在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好 这就是他的两步走 各位比如说刚才那例子 加是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加个人欠赵某欠100万 那加个人欠赵某的100万怎么还呢 哎 加个人咋过卖铁还钱 如果加个人这边财产现在是50万 那加个人就去还这50万 还完了 加手中真的一分钱没有了 但是啊 他有在合伙企业当中应当分取 但还没有分取的收益 那么此时赵某作为债权人 可以要求去执行他在企业中的收益 假设是10万元 是可以的 或者收益太少 赵某也看不上 赵某可以要求法院来强制执行 他在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是可以的 好 只有个人债务清承的两步走了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一点 就如果考到债务承担 你首先要去确定 这是谁的债务 是合伙企业的债务 还是合伙人个人的债务 合伙企业的债务 企业先还 个人债务 个人财产先去还 就原则上还是各杯各的债 两个相干 好 这是他的几个顺序和原则 好 我们往下来看 当法院强制执行合伙人财产份额时 应当通知全体合伙人 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其他合伙人未购买 又不同意将份额转给他人的 按照合伙企业法规定 为该合伙人办理退伙的结算 或者办理削减该合伙人相应财产份额的结算 好 所以各位还是拿刚刚的例子来说 贾个人欠赵某欠100万 第一步 贾个人财产清偿 还了50万 还称50万还不上 于是赵某要求强制执行贾在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各位 此时 如果法院把贾的财产份额拍卖变慢 会导致外人入伙 破坏人和性了 所以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但问题是 其他合伙人不买 也不同意将份额转给别人 此时怎么办 那没办法 能给贾办理退伙结算 把钱退给贾 让贾拿退伙的钱 自己去还赵某的债务就可以了 你说老师不对啊 我怎么有种印象 在公司法你讲过 就是公司法 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 家股东 如果办事上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 也不购买的事为同意 你说不能出现又穷又横的局面 但为什么这里 不是说不同意 也不买 就事为同意 而是走了办理退伙结算这一点呢 各位 因为他们的人和性基础不同 这边普通国其实是纯人和性的 你想 如果在这边 其他合伙人不买 也不同意 那就是事为同意给到外人 这不就违背了原合伙人的意志 强迫他们接受一个陌生人入伙吗 那以后大家怎么相处啊 所以此时不能有事为同意规则 而是只能给他办理退伙的结算 你走吧 好 从今你也不是合伙人了 但也不接受外人接受你的份额来入伙 所以各位这个小点也和公司法区分开来 好 这是我们讲个人债务的承担 大家看下面 禁止抵消与禁止单位规则 一个个人债务承担中的两个小点 各位先看什么叫禁止抵消 下面是合伙企业 上面是合伙人 现在合伙人 个人欠这个债务人欠10万 这是个人负债 同时债务人欠企业欠10万 债务人说了 你欠我10万 我欠你所在的企业10万 得 两者抵消吧 都不用还了 行不行 不可以 这叫禁止抵消 为什么禁止抵消呢 因为你看 这是个人的负债 这里是企业的债权 两个主体并不同意 所以禁止抵消 那债务人说 这俩不能抵消 债务人说这样子 那你个合伙人也不用还我钱了 以后我替代你到企业去当合伙人吧 这样子你钱也不用还了 对不起也禁止 因为如果让他进来 这不懂变相入伙了吗 这叫禁止代位 好 这么讲个人负债中的禁止抵消 和禁止代位 来看这道题目 某普通合伙企业 有甲乙丙丁四个合伙人 合伙企业约定 合伙企业的债务 由各合伙人平均承担 大家注意 这个平均被债是个内部的约定 现在该合伙企业 无地清偿的到期债务是12万 企业已经还不上了 总共12万 加向债券清偿了9万 以向债券清偿了3万 那么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关于合伙企业债务内部追偿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直接来到第三步 内部追偿 各位给我回忆 合伙企业债务清偿总共分三步 第一步企业还 第二步 合伙人之间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三步 内部追偿 内部追偿 第一 有约定 按约定 无约定协商 协商不成 按照实践比例 否则平均 这要提醒交代了 他们约定是平均来承担 那平均承担 总共是12万 总共是4个合伙人 那平均每人数是背3万 这最终平均承担那个后果 大家可以看到 甲还了9万 说比他的份额多还了6万 1 背了3万 恰好等于他的份额 不多不少 丙和丁没背 那怎么追偿 追偿的最终效果就是回到每人3万 那个效果 所以甲有权向丙丁分别追偿3万元 如果丙丁每人付给甲 各3万 那现在就达到内部约定的效果了 所以各位答案就比较简单了 A选项 甲无权向丙或丁追偿3万 错 甲有权向丙和丁各追偿3万 B 甲可以向丁追偿3万 B是对的 C 甲可以向乙追偿3万 不对 因为乙这边 他自己已经还了3万 是不是自己应该承担的份额 已经承担过了 B 甲可以向丙追偿6万 不对 因为丙最终承担的 只是3万 不能超过3万的 所以这道题 答案是B 是当选的 好 我们来看18年这道题目 甲是某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因个人原因 欠合伙企业以外的第三人 乙10万元 所以你看 这是甲的个人债务 债权是乙 乙欠合伙企业 获款15万 见甲无利 个人财产清偿 欠乙的债务 乙的下列主张中 符合合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规定的用 A选项 以其对甲的债权 部分抵消其欠 以合伙企的债务 可以吗 不可以 A选项自己都说得很清楚 你看 以对甲债权 这是对甲这个合伙人 个人的债权 而以欠谁钱 欠合伙企业 它对合伙企业有负债 债权债务主体 并不同意 所以禁止抵消 B 以甲从企业中分得的利润 偿付债务 是可以的 我说个人债务清偿两步走 第一步 自由财产清偿 第二 当自由财产不足的时候 要求执行 合伙人在企业中的收益 收益就是利润 利润就是收益 B是当选的 C 代位行使 甲在企业中的各项权利 显然不可以 C是错误的 禁止代位 因为如果代位行使各项权利 就破坏了合伙企业的人和性 B 以甲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 偿付债务 也是可以的 因为个人债务清偿的第二步 要么执行在企业中的收益 要么执行 好 财产份额 好 这个题答案就是B和D两项了 这二题考的是合伙人个人债务的清偿 来看第六部分 普通合伙人的入伙和退伙 各位入伙就是新人加入 退伙就是老人退出 先看第一个 入伙 首先讲明白入伙是一件大事 我们前面讲了 新人入伙需要征得一致同意 这里再附述一遍就是 新人入伙除利用约定外 应当征得合伙人的一致同意 并且定理书面的入伙协议 好 定理入伙协议的时候 原合伙人就是老人 应该向新入伙的合伙人 如是告知 原且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各位一本如是告知 四个字画起来 让他充分披露 企业的收益 企业亏损和风险 都要充分的告知 第二点 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 和原合伙人 想有同等的权利 好 承担同等的责任 那么另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各位什么叫同等权利 同等责任 大家来了之后 一是同仁 并不是老人就拥有更多的权利 心里又履行更多的义务 不是 原则都是平等的 重点 看下一句话 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 对入伙前的企业债务 被无限连带责任 各位 这点你要记住 有同说老师不公平吧 我刚来怎么叫对之前的 就无限连带啊 之前就不是我造成的债务 各位两个原因可以解释清楚 第一点 老合伙人是不是向你如实告知了 都告诉你有亏损你还来 不代表你认可了吗 第二点 你来了之后 不但对过去的有无限连带责任 你对过去积累的财产 也先有份额啊 你的权利和你的义务是对称的 是对等的 所以不要喊冤 来了就要对之前的无限连带 你问老师 前面不是有个另一约定 从今约定吗 我能不能特殊约定 我来了 只对今后的承担责任 过去的我不管 我不无限连带 你可以这么约定 但这个约定 仅是在你和其他合伙人 内部你们之间有效力 而不能去对抗外部善意的第三人 因为这个约定并不进行公事啊 所以第三人 才不管你们内部怎么约定的呢 照样找你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只不过你对外无限连带之后 在内部追查的时候 可以按照这个约定 进行内部追查而已 所以这个约定是内部效力 那再挖一个陷阱 比如说我入伙了 来之前啊 老后人没告知 我有这些亏损 有这些债务 老后人只说 来吧 来了之后就共享 这个荣华和富贵啊 没有一点风险 结果来了 发现全是坑 然后当债权找到我 被无限连带 我说 别找我 我也是受害人 他们骗我了 各位 这个被骗入伙抗变 也是无效的 因为你被骗 也只是个内部事项 不具有对抗外部 善与第三人的效力 所以各位 这一页就记住一个结论 就是什么 只要来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都要对入伙之前债务 被无限连带责任 OK 这是我们讲的 新人入伙 一句话 一致同意 另外要无限连带 翻了入伙 再看退伙 各位 首先简单看一下 退伙总共几种类型 大家看到表格 在最左边 第一种叫 自愿退伙 它的动音是 我自己想走 所以我退伙了 第二种叫强制退伙 并不是本人意愿导致的 而是 对了法律规定的情形 就是当然退伙 或者他做了坏事 被开除了 就是除名退伙 我们先看第一种 自愿退伙 各位自愿退伙 又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 是合伙协议 约定合伙期限的 第二种 是合伙协议 没有约定合伙期限的 我们先看 约定期限的 各位假设 这家普通合伙企 合伙企约定 合伙企的期限是十年 就意味着当时 大家承诺过 要一起在一起 共同经营十年 未晚十年 谁都不该走 所以此时 如果你想走 那就不是太轻松 不是太容易 此时如果想退伙 必须满足 下列情形之一 才可以 第一个 出现了合伙期限 约定的退伙 室游 哦 这是符合 事先约定的 第二个 经营权力合伙人 一致同意单 虽然没有 事先约定的室游 但是大家都谅解你 都同意让你走 也可以 第三 发生合伙人 难以继续 参加合伙的室游 比如说 三个人一起 合伙讲课 组成一家 合伙企业 每人都亲力亲为 都是金牌讲师 从各地去搞宣讲 就像现在 某一个合伙人嗓子坏了 又无法发声了 那难以继续参加合伙 他是可以协议退伙的 或者这个合伙人 移民海外 又不能再和大家朝夕相处 一起共同执行事务了 难以为继 第四 其他合伙人 严重违反合伙协议 约定的义务 不是我本人错 而其他人错了 其他人特别对不起我 比如说 现在约定按期履行 出资义务 我足够出资了 家人都没有 花钱花的都是我的 但分钱 却是大家按比例分 这对我太不公平了吧 所以其他人 严重违反约定 那我是可以协议退伙的 各位 这四个就是在 约定具体经期限情况下 可以退伙的情形 看下面 如果没有约定 经期限 那就意味着 这个企业 当时大家就没承诺过 非得在一起待多久 那就很不稳定 那说走就走了 发个通知就可以 所以这种叫通知退伙 它仅适用于 没有约定 经期限的情形 那怎么处理呢 那么退伙人 只要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 造成不利影响 只要提前三天通知 就可以走了 所以你看这两种情形 大家思考的问题 就是从维护合伙企的 稳定性角度来说 你的合伙协议 是约定经期限好 还是不约定好呢 从稳定性角度来说 当然是约定期限 是更稳定的 否则只要他发个通知 三天不就可以走了吗 所以约定会带到稳定性 但相反各位 如果啊 以后你当律师了 现在你要维护的 这个小合伙人的利益 帮你去审合伙协议 从维护小合伙人利益的角度 从担心以后 大合伙人欺负他的角度来说 那对这个小合伙人 是约定期限好 还是不约定期限好 我对他而言 可能就不约定期限更好 因为他要随时想走 总是走得了的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在商法这边 并没有对和错 好与坏之分 是不是只有站在不同的立场 有不同想法 这就是我们讲 这两种情形了 好 各位 这两种叫资源退货 一种叫协议退货 一种叫通知退货 区别就在于 是否约定了合伙期限 好 看第二类 当然退货 各位 什么叫当然退货呢 就是法律规定 不是你自己一直决定的 有这些情形 有必须走 当然就走了 没有什么可争辩的 没有什么可去争取的 大家看 下来的情形之一 当然退货 第一个 作为合伙人的 自然人死亡 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 人死了 主体资格丧失 第二个 个人丧失常占能力 大家还记得 普通合伙人 是不是需要对外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当个人丧失常占能力 就没有资格去承担 这种无限连带责任了 所以此时他会当然退货 第三 作为合伙人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 被依法吊销应验执照 则定关闭 撤销或者宣告 贺产的 各位 第一个是自然人死了 第三个是组织死了 那么性质是一样的 第三个也是他主体资格的消灭 第四 法律规定 或者合伙人约定 合伙人必须 必须具有相关资格 而丧失该资格的 各位最典型的 比如说 在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当中 每个律所的合伙人 都应该有律师职业资格 如果律师职业资格被吊销了 对不起 你也不能再当普通合伙人了 也会当然退伙 第五个 合伙人在其中的全部财产份额 被法院强制执行的 大家注意 这里这个份额不是一点点 不是一点点 而是全部都被执行走了 份额被执行走了 那与之对应的资格也就丧失了 第六个 普通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 无迷失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迷失行为能力的 所以你会发现 普通合伙人是自然人 必须具备完全迷失行为能力 现在完全迷失行为能力丧失了 所以各位 你看这六项 当然退伙的情形 是不是都是主体资格的丧失啊 要么是自然人 要么是单位 没有了 要么就是个人丧失常任能力 或者丧失完全迷失行为能力 要么就是份额都被执行走 总之是主体资格的缺陷 导致当然退伙 各位把目光峰的第六个当人退伙 丧失完全迷失行为能力 我看这也该怎么处理呢 如果这个自然人丧失完全迷失行为能力 一 可以经过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 转为有限合伙人 各位前面我埋过一次伏笔 我说有限合伙人 是不要求完全迷失行为能力的 所以你既然变成了限制和无 你可以转为有限合伙人 那么与之对应与之同时 普通合伙企业会摇身一变 变成有限合伙企业 第二点 其他合伙人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同意的 有不想让人变成有限合伙人 此时才不得不退伙 再把这个份额折成钱退给他就可以了 所以你得出一个结论各位 就是这个 完全迷失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丧失完全迷失行为能力 他变成限制或者无迷失行为能力 并不是必然退伙 而是现有个折中路径 好大家都同意把它变成有限合伙人 变不成走不通这个折中路径 才会导致退火 所以各位第六个 它的可考性会更强一点 因为有个折中路线在里面 大家看最下面金色字题 当然退火 以退火石油的实际发生之日 是退火生效日 也说以上这些石油发生 那么当天就自动的退火了 好这我们讲的当然退火 主体资格的缺陷 看最后一种除名退火 各位顾名思义 除名退火意味什么 他本身犯错误了 他被开除了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看 现在情形之一 经其他互人的一致同意 被决议将其出名 他未履行出资义务 各位这点有点似曾相识 公司法你还记得吗 有限公司中股东未出资 或抽套全部出资 经过催稿之后 仍然不出或者不返还 那么可以开股东会 对他进行除名 所以你会发现 有限公司股东不出资 和这些普通货人不出资 都有可能会丧失主体资格 当然这边规定的是更简陋 没有前面的什么催高等等 这边直接说了 普通货人未履行出资义务 可以对他进行除名 好第二点 因故意重大过失 给企业造成损失 第三执行合伙事务 有不正当行为 第四发生合伙计约定的退火市由 所以各位你看 这1234归根到底是什么 他犯错误了 所以就给他开除 给他除名了 另外注意 画前面一致同意四个字 因为他犯错误给他除名 也是个大事 也要改变合伙企业的结构 那么要间接的修改合伙协议 因为合伙企业少一个人 所以此时和修改合伙协议是一样的 需要一致同意 大家看下面 对他进行除名 应当通知被除名人 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 除名生效 被除名人退火 被除名人对除名决于有意义的 可以自接到除名通知日 且30天内向法院起诉 大家做一个比较 你看 前面当然退火什么时候生效的 当然退火的 退火是由发生之日 是生效之日 而这除名退火呢 是接到通知之日 除名 生效 大家注意这个生效实验点 是不同的 好 这么讲的三种退火 各位总结一下 另一种退火叫资源退火 我想走 所以最终走了 又分为协议和通知两种 第二个叫 当然退火 是法律规定 因为主体资格的缺陷 必须走 第三个是除名退火 犯错误了 也是同意 让他走 好 这是退火 各位来看退火的效果 第一 退火的普通合伙人 对基于其退火前的原因 所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 承担无限连带责证 各位给我抠字咬 这里可没说 对退火前的债务被无限连带 这是说的是 对退火前的原因 所发生的债务 被无限连带责证 好 各位来看下面这个图 你看 说这里有个合伙人 比如叫张某吧 张某是20年1月1号退火的 各位 张某在20年1月1号退火 第一部分是退火前已经存在的债务 他哪怕走了 仍然要被无限连带责任 关于看下一笔 在20年3月1号 他退火之后两个月 又发生一笔新的债务 这笔新的债务不是突然从前而降的 这笔新的债务早有原因 是2019年6月1号 当年和对方签的合作协议 等到20年3月1号结算才发现亏了 才发现欠钱了 而2019年6月1号的时候 张某还没退火还是合伙人 张某也参与了 所以此时我们认为 20年3月1号这笔债务 虽然发生了退火之后 但原因却埋在退火之前 这笔3月1号的债务就是 基于退火前的原因 所发生的债务 所以各位此时张某 他哪怕退火了 他仍然要对 20年1月1号之前的所有债务 被无限连带 同时要对这笔 20年3月1号 虽然新发生的原因埋在之前的债务 也被无限连带责任 合成就是 对基于其退火的原因 所到的债务 都要被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 哪怕退火了 也不意味着免责了 很多人认为 现在合伙企业债务好多 风险好高 等我退火吧 我这边防止自己风险 防止不了 因为退火人 依然对退火前的原因 所导致债务 被无限连带责任 各位打个比方 只要地雷是退火前排下的 哪怕你退火之后才炸 蹦炸了 个人依然被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各位你看 新人入火 对入火前的被无限连带 老人退火 对退火人的原因 所导致债务 还要被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各位真的当普通合伙人 是不是压力好大 好 再看下面 合伙人资格的继承 我们前面说了 如果自然人死亡 那会导致当年退火 那问题是 他的继承人 能否继承合伙人资格呢 有前提的 要继承 要按照约定来 或者经过一致同意 相反 如果不能约定 他直接继承 或者没有针对一致同意 那对不起 是不能继承普通合伙人资格的 如果真的同意 那从继承开始之日 就取得了合伙人资格 各位这点要做一个比较 和有限公司股东资格对比 不一样 有限公司股东如果过世了 他继承是当然继承股东资格 当然继承股权的 除非章程有相反的约定 但这里因为合伙企业纯人合性 人合性上升了 大家愿意彼此合作 但未必愿意和他儿子合作呢 所以这里要想继承合伙人资格 必须一致同意 是不是和新人入伙的规则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也可以不单独计 就把继承人继承当作他继承人心入伙 去处理就可以了 看下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继承合伙人的资格 和国企业应当向普通合伙人的继承人 退还被继承合伙人的财产份额 这是不得继承的一个 继承人不愿意成为合伙人 就是他儿子还看不上这套合伙的事物 比如说他的父亲作为合伙人 今天是传统的制造业务 但儿子从小是海外留学归来的 只愿做互联网业务 看不上传统制造 我不愿意继承 第二个 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 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 而该继承人没有取得这种资格的 就我说的 在合伙制的律所 那么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 他儿子现在倒是想继承 但对不起没通过法考 当不了律师 也没有律师资格 那也不能去子承父业 去当普通合伙人 C 合伙协议约定 不能成为合伙人的其他情形 好 就有三种不能继承的情况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 哦 那么在继承当中 就要充分考虑 缘后子的人和性 与继承的主观意愿 两者结合 才能够确定 他能否继承普通合伙人的资格 好 看这道题目 关于退伙的 下列各项中 属于通知退伙 限制条件的有 各位通知退伙 就我们前面说的 自愿退伙中的一个子分类 就是我自己想走 发个通知 30天就走了 A 需要提前10天通知其他合伙人 对吗 不对 是提前30天通知 B 需要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 不对的 我们说通知退伙 只要不给合伙企业事务 这些人造成不利影响 好 那么晚30天自然就走了 没有一致同意这个说法 说明退伙当中 还是一致同意呢 C 合伙人的退伙 不给合伙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 C 是当选的 D 合伙协议 没有约定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 D 也是当选的 正是因为没有约定具体的期限 所以才是一个相对松散的 所以走的才容易 如果约定了具体的合伙期限 那就不要通知退伙了 那叫协议退伙 那么必须满足合伙协议 约定的特定的退伙事由 或者大家一致同意让你走 或者难以为继 或者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约定 才可以了 好 这题答案是 C和D两个选项当选 各位来接着题回顾一下 关于退伙的分类 第一种叫说的叫资源退伙 它又分为通知退伙和协议退伙 第二种叫当然退伙 是主体资格的缺陷 第三种叫除名退伙 因为个人犯错误了 被开除了 好 这个题来 C和D两项 这么讲的退伙的问题 好 来看这道题 依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在情形中 不属于普通合伙企业的 合伙人被除名的情形的是 任安选 不属于被除名的情形 A 丁合伙人为履行出资义务 我们讲这是属于除名退伙的情形 为履行出资义务 可以经合伙人的一致同意被除名 B 丁合伙人个人丧失常债能力 我们讲这是当选的 它确实不属于除名退伙 它属于当然退伙 它是主体资格的缺陷 好 B 当选 C 假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当中 有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行为 有 这个不对 它犯错误了 犯错误经过一致同意 可以被除名的 C 属于除名退伙 D 丁合伙人因重大过失 给企业造成损失 那也是属于除名退伙的 这个体验让选不属于除名退伙的 那只有B是当选的 好 B 当选 A C D 都是属于除名退伙的情形 好 再看16年这道真题 某普通合伙企业 经营期间 吸收假入伙 所以你看这个信任入伙的问题 假入伙前 合伙企业已经负债20万 假入伙一年之后又退伙 在此期间 合伙企业新增负债10万元 假退伙半年 合伙企业解散 一企业全部财产清偿债务之后 上有80万的债务不能清偿 那么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 在关于假承担清偿责任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大家注意这里有三笔债 一笔是假入伙之前的20万 大家还记得 普通合伙企业入伙 要对之前的债务被无限连带责任 后来退伙 他说在合伙期间新增负债10万 那各位你告诉我 假退伙 那对合伙期间新增的负债有没有责任 有责任 因为退伙的要对退伙之前的原因 所导致的债务被无限连带责任 新增的10万发生在退伙期间 当然也是退伙前的原因所导致的 所以新增10万 假拿下退伙也有责任 注意往后 往后半年 伙企业解散 拿全部财产都还 还有80万还不上 那请问这80万和假有没有关系 我认为这80万和假就应该没有关系了 因为这80万属于退伙半年之后 拿全部财产去还 还还不上的 那就和我假没关系 好 我来看选项A 假需要对入伙前和我起的20万债务 被无限连带责任 我讲A是当选的 好 金入伙对之前的无限连带 不能通过协议而减免 好 如果协议说减免你退伙前的债务 只在内部生效 而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B 假对入伙后 到企业解散时 新增的60万债务 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我认为B这边要值得商榷的 因为我说我退伙了 退伙 我只对退伙前的原因 所导致债务被无限连带责任 那么你看 到解散时新增的60万 有可能有一部分 是发生在我退伙后 也不是基于退伙前的原因导致的 那我是不悲的 所以B选项不对 C 假定合伙企业解散后 尚未清偿的全部80万债务 都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是C错的道理和B错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说退伙之后 过了7年才解散 而这个解散时候80万还不上 如果这80万还不上的 有时候退伙前原因导致的 我背 但我退伙之后的原因导致的 和我无关 我不背 所以BC错的道理是类似的 B选项 假定担任合伙人期间 和我且新增10万的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特别 D是对的 因为这新增的10万 肯定是退伙前的原因导致的 所以这个提答案就是 A和D两项是当选的 好 是债务的承担 AD两项 来看第7块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大家看这个标题 它本质还是一家合伙企业 是普通合伙企业 但只不过有两方面特殊 第一方面是特殊的责任 第二方面是特殊的行业 我们先看责任的特殊 在这种普通合伙企业当中 如果有人故意的 或中大国师的 造成企业的债务 那么这种 故意重大国师的合伙人 应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而其他的人就是无辜的 和这笔债务的产生 没有故意重大国师的关联 那么这些无辜的合伙人 仅以在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 承担有限责任 所以你看 他就把这个责任承担 界定成两拨人 捣乱的无限连带 无辜的有限责任 再看下一句话 合伙人对故意或中大过失 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 以合伙企业财产 对外承担责任之后 该合伙人应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 对给企业造成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这其实是承担完外部责任之后 内部的追偿规则 即企业向这个导断的合伙人进行 追偿 只有他责任的特殊之处 各位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形 如果有人故意中大过失 造成债务 那么偿债三步走 第一步是企业偿债 第二步 故意中大过失的 对差额部分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其他的 以财产份额为限 承担有限责任 最后 内部追偿 导多的合伙人赔偿企业损失 于从罗签来讲 如果没有你的故意中大过失 根本就不存在第一步企业偿债 所以如果说企业 对这个导乱的合伙人 追偿是顺利的 那最终全部的损失 其实都是由这个导乱的合伙人 他来承担的 好 这么讲的 对外三步走 所以你会发现一点 在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他的债务承担当中 和一般的 非特殊的相比 他的区别就在于第二点 在一般的普通合伙企业 对外债务债务当中 第二步 就是全体合伙人 无限连带 而这里他区分了 故意中大过失 和非故意中大过失 这么两种情形 那也说 如果这笔债务 和合伙人 故意中大过失 没关系 那怎么处理呢 那此时你看 非因故意中大过失 造成的债务 比其他债务 那么就把它当作一家 普通合伙企业 由全体合伙人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他的特殊 仅在于有人故意 和中大过失的时候 我们举这个例子 比如安琪老师 在某律师事务所工作 我们律所 就是一家 特殊的普通伙企业 这种组织形式 我是合伙人 说有一天 我在职业过程中 因为个人的重大过失 泄露了客户的商业秘密 造成客户损失100万 客户转手就起诉我们律所 也就律所赔偿这100万 那么这100万怎么承担呢 第一步 我们企业 我们律所来承担 比如律所账面有50万 应该全部拿出去 去清偿债务 还剩50万的差额 我自己背 无限责任 因为是由我的中大过失导致的 和别人无关 你看 我又自己背败了责任 第三步 那么企业向我追偿 如果没有我的捣乱 那企业就不应该 承担第一步的50万 所以第三步企业向我追偿 这50万 这么讲它的偿债规则了 再换一个例子 如果说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这家特殊的普通国企业 经营不善 欠房租100万 多年分析 欠房租100万 和合伙人 故意中大过失有关系吗 没关系 那就是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 那就不一定按照 这三步走来偿债了 就把它当作一家普通国企业 来偿债就可以了 好 这第一 责任特殊 来看第二 行业特殊 只有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 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 专业服务机构 才能设立为特殊的 普通合伙企业 对 你看 这也强调 专业机构才OK 比如常见的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一些私人诊所 这有常见的可以采取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这种形式的行业 最强调专业性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 我们说要建立职业风险基金 和职业保险 他说特殊的普通国企业 应当建立职业风险基金 办理职业保险 作为这个风险基金干什么的呢 他说职业风险基金 因为常复合伙人 职业活动中造成的债务 职业风险基金 应当单独利口管理 防止被侵占 防止被挪用 各位你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特殊的 普通合伙企业 这种组织形式呢 它有什么制度上优势吗 有的 各位你要明白一点 传统来说 合伙企业规模总不是很大 为什么规模办不大呢 因为你看传统的 普通合伙企业 纯人合性 要有个新人入伙 那得全体一致同意 意味着新人要加入啊 不但得能力强 人品也得好 得深得每个合伙人的信任 而信任感这个东西是不容易的 所以当一个企业 普通合伙企业要扩张 吸引人入伙 大家考察来考察去 总是不放心的 担心这个新人过来捣乱 咱们要帮他一起 被无限连带责任 直到有一天 一种新的制度诞生了 就这里讲的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想如果企业变更 登记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现在有个人能力特别强 但是人品不确定 敢不敢吸收入伙 敢 因为这个人进来之后 他家族是一家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他只要业务能力强 能给大家赚钱就好了 如果他自己胡作非为 自己为非作呆 故意中大过失造成债务 他自个儿被无限连带 咱们这无辜的 还是隔岸关火就行了 被有限责任 这样子是不是尽可能的 发挥每个人的能力 而对人品的要求 就下降了 再是第二点 为什么局限于这些专业行业呢 因为各位 在这种专业的行业 有个问题 就比如说律师事务所 他其实本身是靠人来赚钱的 没有机器 没有设备 那房子都租来的 他本身的固定资产很低 他本身偿付能力就差 依靠的是每个合伙人 个人 同时因为律师 作为合伙人 他都是专业的 每人都可以独挡一面 业务的独立性强 需要横向联系 横向配合就少 所以这里责任界定是清晰的 你自己的业务 自己职业 就是你自己故意重大过失 和别人真没关系 你看 他这种责任界定很清晰 最容易去走 那个特殊责任的承担方式 相反 如是非专业领域 大家合伙卖鱼 有人禁鱼 有人卖鱼 有人收钱 今天短了两千块钱 你说这是谁 谁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 你摘不清楚吗 好 这就是特殊行业的原因 为什么要强调建立职业风险基金呢 因为一旦有人故意重大过失造成债务 他自己背 他自己家底很毛 他背不起怎么办 有这里的职业风险基金 从保险的角度 去让他有能力去承担这个责任 个人的家底 不影响他责任的承担能力了 好 这就是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多久考试也 记住特殊的责任和特殊行业就OK了 好 各位 至此 第二节 普通合伙企业 我们终于讲完了 这节是我们本章的重中之重 这节是我们本人的重中的重中的重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